你好,政教論壇阿威,大家好 一如既往,我們會做主日學的 我們回到生命記法典那邊 生命記法典,從生命記的12章到26章 有15章的法典,分成九部份 大約指向十屆的第二屆至十屆之間 每一屆詳細解釋 這次去到25章的十一、十二節 是正在解釋地九屆的 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我們先進正題議 請大家訂閱何志光有仇必記的頻道 分享、留言、讚好和按鈴鐺 請你們每一天的十二點鐘或晚上的時候 看看有什麼影片 好,我們先讀一讀經文 生命記的25章十一、十二節 若有二人爭鬥 這人的妻近前來 要救他丈夫脫離那打他丈夫之人的手 抓住那人的下體 就要堪斷婦人的手 眼不可顧識他 這段經文你會覺得 嘩,為什麼會說這些話呢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兩個人打架嘛 老婆幫了老公 老婆呢 在前鬥之間偷襲 這個呢 這個呢 就叫做拆祠堂 OK 現在呢 就說拆祠堂呢 基本上就不是打大肚婆啦 現在呢 在舊的律法來說呢 打大肚婆 打到大肚婆 落了兒子 是不用以命還命的 因為未生出來 這個是 這個呢 你 舊的聖經就是這樣看的 他會認為 未生出來的小孩呢 的人命呢 和已經出生的人的人命呢 價值不是完全一樣的 出生了的人 和其他活著的人 都是同等價值 以命還命 但是在這個案子裡面 喂 這個男人 被這個女人拆祠堂 就是攻擊下體的時候 聖經呢 就拿一個很嚴厲的判斷 就要斬斷那個女人的手 眼不可顧惜他 為什麼 拆祠堂 要這麼嚴重呢 當然你馬上會聯想起 喂 這樣東西呢 是代表著呢 是要人絕人絕子絕孫 因為你 那個下體 如果被攻擊的時候 可能導致不育的 啊 可能嚴重損傷 可能一下子 握著他的時候 死力握著的時候 可能捏爛了一些高丸啊 或者什麼東西都好啦 啊 我不想說到的 但是因為是 一個很狠毒的攻擊的話 那不只是受傷的了 啊 可能是真的 去世的了 啊 那如果你說 這樣就淹了對方的 令到別人不育的 那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 但是說 喂 在現代社會來說 那這段經文和現代社會有什麼關係呢 和地狗界有什麼關係呢 地狗界叫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那和這裏有什麼關係呢 那這個關係當然就在於 你 作一個見證人 你不要說謊 騷擾那個司法判斷 令到那個判斷扭曲了 那麼地狗界呢 也有個精神就說於 喂 做一些判斷的事情 那你25章一節已經在說 喂 做判斷的啦 如果有些真正的判斷的時候 審判官就要定義人有理 定惡人有罪 那這裏已經是告訴你 喂 第九屆主要就是 喂 你做那個司法的裁判 譬如說那些法官 你要公平 OK 你作見證的 不要說謊 那現在是在說一個 整個25章一開始 已經在說一個司法 公不公平的問題 跟著 去到說上一次 前一次 就說到說 哎呀 那個阿哥死了 那個弟弟 好不 要娶回那個輕嫂 娶了輕嫂之後 令到自己虧底 阿哥是 是長子 那你娶輕嫂的話 會令到 自己可能收少了遺產 但是做人就是要公道 那個阿哥是你的血親 你怎麼捨得令到他 絕子絕孫呢 這樣 他是要求那個弟弟 公平地對大哥 那這個是要犧牲自己 但是為了公平 所以呢 仍然說 你上面那次脫癌之家 跟那個不可作假 戰爭陷害人相關的 因為 公不公平 死了有人 他都應該要有公道的 但是 如果你放在這裏來說 一個男人 被人攻擊了下體 令到他絕之絕孫 聖經認為 要斬斷女人的手 是一個公道的安排 這樣就要問 啊 這樣也要公道? 如果你課鄉 這個什麼 女性主義神學 在崇基那些 邪教神學院 中大崇基 最近 吳樹培被人解僱了 那他們一定會說 哎呀 這些都是落後古時的律法 那 但是我說了 這個 是講得明白 神的話語來的 啟示來的 整個摩西五經都 自認是啟示來的 來自耶穌華的 雖然說 喂 你這些律法 可能不是 我不是很相信是摩西寫的 但是 裡面是上帝 承認那些是他的說話 你說是一些落後古時律法 這段經文 有特別的 你首先第一件事 在古代社會來說 他會認為 如果一個男人死在女人的手 是一種羞恥來的 如果我們讀經文 在《生命記》裡面 遇到的了 在《視詩記》裡面 提過 如果男人死在女人的手 是一件很大的羞恥 基電的兒子 叫阿比米勒 他最後 埋近城牆的時候 有個婦人 拿一塊石頭 扔到他頭破不掛 爆開了 然後 他就說 九章五十四節 《視詩記》 阿比米勒就叫了 基電的兒子 基電的兒子 就說 喂 對一個 幫他拿兵器的少年人說 拔出你的刀來 殺了我吧 免得 免得人議論我說 我為一個婦人所殺 於是少年人就把他刺頭 他就死了 在古代社會來說 一個男人 被女人殺是一種羞恥 在古代社會裡面 就是 父權社會 如果一個男人 被女人偷襲 已經是羞恥了 他還要絕子絕孫的話 那個男人可以說 一輩子都抬不起來 你也是變了太監的 他還要不是被男人打贏 變太監 是被女人偷襲 搞得他變太監 就是說 你那個女人這麼狠毒 去攻擊男人的下陰 拆祠堂的時候 你不只要讓他絕之絕孫 是讓他蒙受 一個不生的羞辱 又死不去 在古代來說 一個男人 沒有性能力 是一種恥 來的 其實在現代社會都一樣 是不是 一個男性 這樣 他都很希望 自己的性能力 都是 去到五十歲 六十歲 七十歲都有性能力 他會覺得自己很厲害的 我講回事實 如果你說 哎呀 我四十歲就已經沒有性能力了 已經不舉了 就覺得這個是很醜的事情 不想周圍和別人說 是不是 如果三十歲不舉 就直接被人笑 哇 你三十歲這麼虧的 那如果有個阿叔說 喂 我七十幾歲 我還娶老婆 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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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老婆 還能生孩子 那就很威風了 是吧 就是何鴻生那些 娶四太太 很老的 還能生幾個 那就很威風了 很厲害了 那性能力 是代表著一個男人的尊嚴 那 就是 任何動物都是這樣 是不是 這個是說回事實 你一個女性 攻擊男性的下體 令到她絕之絕孫 令到她不生羞恥 生不如死的話 要有一個相應的懲罰 去回個女性 要她斬斷手 我不覺得這個是一個野蠻的安排 那 就是如果你說 用這件事情去這麼說 那 現代人 不會說打家打下去 拆祠堂很噁心 是吧 那這些事情 很難實施 但是回回我們現代人的角度去說 為什麼這個社會會有一些叫做LGBT的東西呢 為什麼要推廣這些東西呢 然後就會引惑某一些少年人 叫她吃女性汗耳毛 然後吃下吃下之後呢 吃到自己就不舉 然後搞多兩搞呢 她說 哎呀 因為我經常吃女性汗耳毛 吃得太多了 那我會對身體不好 我唯有要改變 我的人生呢 我去做變性手術 去去世 撤除了陰境 那些要求做變性手術的人 在聖經的倫理來說 這個就是 把羞恥變成榮耀 明明那些男人的榮耀應該就是她的 她男性的性能力 或者某些人都會炫耀她的性能力 那些有錢人都是這樣的 我有很多女伴 但是那些 那些變性人 或者那些跨性別人士 她明明是男性來的 為什麼要吃女性汗耳毛 吃到自己性無能 然後還要說 為了要保持女性的外形 去做一個變性手術 撤除的陰境 然後製造一條 假的一個陰道 老老實實 我都很直接 就是 為什麼要把自己上帝給你的男性性器官 應該是男性的榮耀的東西 為什麼她以為是羞辱 然後她把那個性器官撤除了 把自己的榮耀撤除了的時候 她覺得這個 沒有了男性性器官 本來應該羞辱的東西她覺得是榮耀呢 那就是現代社會呢 是有人在傳著邪教 在創造秩序裡面 男性保持她的身積器應該是一種榮耀來的 但是偏偏就有人 就向我們 那些年輕人 年輕女說 你年輕人說 你去變性吧 在聖經裡面 她就說 男人就不應該留長頭髮 女人應該留長頭髮 因為留長頭髮 是女人的榮耀來的 如果你說在 你看看《歌不多前書》十一章 你留長頭髮 你能留長頭髮 真的是很榮耀的東西 女性來說 但是有些女性 她不太適宜留長頭髮 那她就沒有那麼榮耀了 但是如果你留一頭很漂亮的長頭髮 是一種榮耀 但是現在有時候西方說 我要女性主義神學 女權 那樣 要剷光頭的女人 又或者要扮男人 又要盡量剪短 那樣 就是她剪短頭髮 搞到青了 那她覺得這個就是榮耀了 在創道秩序裡面 會認為 就是在聖經裡面說 如果女人留長頭髮 是很漂亮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在電視看廣告 那些賣洗頭水廣告 那些女人留長頭髮 就是很漂亮的東西 是漂亮的 為什麼有些人偏偏要說 女人要剷青 扮男人 搞 女權才叫做 這個才叫時尚 才對呢 那為什麼 女性傳統家庭的崗位 她就覺得 女人 生孩子 臭孩子 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就是 哎呀 就是一種羞辱 我覺得那些女性 如果她想發展她自己的事業 我贊成的 但是我又覺得女性不應該抗拒 她 身而育女這個天職 就是這個都是有一定的樂趣的 就是我覺得不應該抗拒 因為這個是上帝做女人 她有這個身而育女的一個機能 她運用過這個機能 讓人生完成了被創造時的目的 那你將她 完成了之後 是一個很開心的事來的 我認為 就是一個女性她還沒結婚 到結婚 到生了小朋友 到養大的小朋友 跟著看到小朋友 二十多歲走得走得 一代傳一代 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 一個好的人 是一個很美好的事來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社會突然間又是紅李泉 女性主義神學 女權 然後叫那些女人 就不要結婚 不要生孩子 然後就要發展事業 然後呢 樣樣東西要跟男人 眼困 就說我們女人 一樣可以跟男人那麼厲害 那男人去做消防員 為什麼女人一定要做消防員呢 創造秩序 當然是對男和女有不同的設計 女人一樣可以很聰明 有理性 但是我覺得有理性 聰明的女性 不需要抗拒 上帝 給你身而獄女的天職 那 你盡量去遷就 然後就找 找一個適合的伴侶 配合你 愛你的 那你又要有事業 但你又要生孩子 那是難的 是辛苦的 如果那個配偶配合你的話 那可能不辛苦 是不是 但有時候就 說到就是 三文女王說到 我是張家賢 我為了發展事業 我不結婚 這樣 我不想做人老婆 這樣 我覺得這些都不是很正常的男女關係來的 好,那就到這裡了